來 韋翰 你來評論一下 在剛才我們看到 他不斷的在強調的是說 現在的執政者做得很差 那麼真的是應該要讓他們下台 而韓國瑜他特別訴諸的是 不要再讓人民過苦日子了 幾個點跟大家報告 因為剛剛全城看了這一場 這個凱道的造勢大會 韓國瑜他所做出的宣誓 為了中華民國不惜粉身碎骨 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個slogan 就是為了中華民國不惜粉身碎骨 任何職位他都承擔 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都還是被動 但是被動當中帶著愛國心 現場也是滿滿的愛國心 我曾經多次跟觀眾朋友 在大報告說過 韓國瑜今天之所以會搶 除了農漁工對他的支持 而且貼近感覺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以外 他還能夠記起愛國心 早上我也有到現場去觀察看 那時候其實還很早 根本都還沒有 早上十點半到十二點之間 還沒有這麼多集結 那時候其實還很早 因為三點才開始 五點他才到 可是那時候我也跟很多人講 因為大家看到 我有人過來跟我照相等等 我說下午可能會下雨什麼 他說沒關係 我們反正就是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剛剛敬平看到他也很驚訝 這是下午的時候 下大雨 下大雨 1點都開始下了 大家看在雨中 這位賢成他只有拉貝影 我不認識他 這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 就是上刀山下游過我也挺你 下大雨下成這樣 他完全沒有打傘 有沒有 這就是韓粉 韓粉根本 我早知道今天會下大雨 再大我都挺得住 這是下午大概1點多 所以這是台下的心是這樣 台上韓國瑜他所跟大家講的 他對於所有鬼混陣中 他下架的那個談話也出來了 我先跟大家說 現在是5點多 5點這個41分 大概在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後 台北市警察局他會傳出簡訊給市政記者 不用太驚訝 因為今天的主辦單位是宣稱30到40萬 等一下台北市警局所公布的統計數 可能大概在12 3萬左右 因為市政府所統計的方法 跟我們現場看 我跟大家講 你把過去的這些影片跟照片拿出來 百萬紅山軍包圍總統府 還有紅仲秋 還有太陽花 我跟大家講 紅仲秋太陽花的人 跟今天現場比絕對沒有更多 可是太陽花說50萬 紅仲秋說25萬 所以現場感受以及計算方式 是30萬沒有問題 我也在今天之前跟大家說過 初選只要能夠 對不起 不是初選 就是說凱道的人 只要能夠超過10萬 初選等於結束了 以今天這樣看起來的結果 國民黨的總統大選的初選 基本上在今天下午之後 已經結束了 就是韓國瑜會出現 所以 來 靜庭 你都把那背心都穿上了 今天你看到這個現場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感動 而韓國瑜再次又激醒了這個熱情 讓大家覺得說 又重新回到了那個 三山的那感動的時刻 其實我真的今天看到 棚內在連線現場的時候 看到30萬 30多萬的韓家軍 真的在現場 就像剛剛偉翰給大家看的那個照片 暴雨這樣子狂洩 雨是冷的 但是心是熱的 所以其實看到30幾萬的民眾在現場 凱達跟楊大道擠爆的那個現場 以至於像偉翰他剛剛講 他早上去那邊 兩個小時才能夠離開那個地方 所以很多 其實我們在看很多的 網路通訊的軟體 所傳回來的照片跟文章 很多人講說從警符門 仁愛路 很多的四面八方 在凱道周圍根本已經進不去了 所以其實那一種感覺就是 這個不離不棄 然後大家一直要到現場去挺 然後而且韓國瑜今天 其實他這樣講出來 這樣的一個宣誓之後 再加上今天整場這樣一個下午 我真的形容 不管國民黨 民進黨 藍綠任何一個政黨 因為我們節目常常就是 強調無色覺醒 94%的 沒有這個政黨的色彩 但是你今天看到這麼多 30 40萬的群眾 這不是當今台灣政壇 任何一個國民黨 民進黨 藍綠兩大政黨或其他小黨 所可以激出來的動員力 藍綠 國民黨 民進黨 都已經喪失了 對群眾這樣一個主動的號召力 但是只有放眼當今的台灣政壇 只有韓國瑜 當然剛剛韓兵也講到 這兩天的新聞 好像話題人吳子嘉爆料一樣 當然也是他吹出來一些人 但是吳子嘉加上今天的天后 加上這一連串的氛圍 所有藍綠 兩大黨 都比不上韓國瑜 有這樣的一個號召力 這不需要政黨的去動員 這也不用主動的去怎麼樣 用什麼方式 各種方式去這個號召 光是韓國瑜一個人 你就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也認為說 國民黨的總統黨內出現 雖然7月中才會決定提名的人選 但是從6月1號 甚至後面還其實6月8號 6月22號 7月5號 從今天第一場就看得出來 我覺得大事已經底定 結果經營部已經形同出爐 所以看到這樣子 誰到底是國民黨藍營最強棒 第一名 誰的人氣最高 誰最有那種凝聚藍俊的士氣 把整個台灣贏回來 然後翻轉台灣 我覺得不正致命 6月1號所有的觀眾 看到凱盜造勢的這個事實 當然剛剛其實我們在看連線的時候 也跟賓哥在討論 網路上有很多人在崩潰 但是崩潰還是要承認這一段事實 就是說韓國瑜 他對於所有群眾的號召力 和所有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已經不言可喻 而且你看看剛剛這個主持人有沒有 還把那個褲管捲起來 然後那時候雨下到 我們都已經看到說 那個現場是白茫茫的一片 大家有注意到嗎 然後旁邊那個雨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那一下下下 一直這樣下 可是你看大家都蹦下咖 鞋子也乾脆就不穿了 沒辦法 反正穿得都濕了 就像子喆 你今天不是從現場回來的嗎 他現在的外套都還沒有乾 大家想想看就是說 今天在那樣子的一個場合 你根本連撐傘 你穿雨衣你一樣是濕 那樣子的大雨的情況之下 來 我可以摸一下嗎 我看現在還在濕 還沒完全乾 還沒完全乾 還沒有完全乾 他其實已經缺了 缺了有兩個小時的冷氣了 對 所以其實真的 在今天在那個現場 對於這些人到場 親自力挺的這一些朋友們 這些好朋友們 真的不容易 很辛苦 可是為什麼大家堅定的不離開 大家都沒離開 因為韓國瑜現在需要我們力挺 我們要站出來 你想想看 那個這 我不知道能不能這樣講 但是這說實在 這也是一種最好的民調 最好的見證 今天國民黨你們其他的人 郭台銘 王金平 其他的人 要不如你們都很有信心 你們也來辦 看可以辦成像今天這個樣子嗎 大家就來比較 對不對 真的很感動 也不容易 因為我三點多的時候 事實上還在現場 當時大雨滂沱 然後一陣情 一陣雨的 然後現場的觀眾 現場的民眾非常的熱情 有人跟我拍照 跟我握手 大家都一致的要支持韓國瑜 我都問他們 我說雨下那麼大 你們怎麼不回去 就是要來力挺 要給韓國瑜溫暖 要給他支持 對 越打壓韓國瑜 反而越激起這樣的熱情 所以這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真的很坦白講 即便是一個政黨 即便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要去動員這樣的人數出來 都不容易 即便是一個有組織的政黨 都很難穿載 重點他們也不是動員一樣 就是每個都是自發的 沒錯 就是這樣 自發性的還能這麼多人 早早買好票 對不對 才花了多久 不要說 幾天 有五天到一個禮拜 對不對 靜鼎你知道 我的人數要去吃量三天 這個時間 這個活動它不到一個禮拜 對 所以這樣的人數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坦白講 就算是過去很多肇事活動 動員來的人 下面有時候在滑手機 有時候在聊天 有時候在幹什麼 對 這些動員來 你下面真的揮舞國旗 然後聽韓國瑜講話 大家這種怎麼樣 旗幟 一心 就是想要挺韓國瑜 出來選總統 真的 如果沒有到現場的人 很難去感受到 那一種現場的機動 我簡單講 有幾個觀察指標 第一個剛才已經講了 人數 我想沒有問題 就算警方估計 我想大概也應該會在10萬以上 現場號召可能 30 40萬人 那個場面已經很壯觀了 第二個我覺得觀察重點是什麼 李嘉芬 嘉芬姐陪韓國瑜到了現場 而且一路緊緊跟隨著她 幫她擦汗 那個動作事實上 除了說他們兩個夫妻 有間諜情深以外 事實上是要打破 最近吳子佳 對於韓國瑜的抹黑 講說她什麼有失身子 有外遇等等 她用行動來證明 她是怎麼樣 挺她的 是相信韓國瑜的 所以說我覺得 一切靜在不言中 無聲勝有聲 對 雖然嘉芬姐沒有出來講話 但是她的動作 或者說她今天在場 就已經證明了一切 對不對 也不需要多講 再來第三個 當然就是說現場那種熱情 我就說了人數是一個指標 現場的熱情 大家就在畫面上看到了 這些人在下面揮舞著國旗 然後高喊要支持韓國瑜 大家記得嗎 過去韓國瑜 還沒有正式表態的時候 大家喊說要希望他喊選總統 他說什麼 喊三聲就好 對不對 今天不是 今天喊了大概幾萬聲 對不對 韓國瑜他接受了 接受人民這樣的付託 這樣的支持他 他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話 不惜粉身碎骨 他都要為台灣人民 都要為中華民國出來一戰 我想這已經是正式的 表態正式的宣示了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再加上他告訴大家 要哪裡見 下一場 花蓮見 所以我想接下來 他的這些造勢活動 不會只有這一場 應該是會遍地開花 他可能會走遍幾個 台灣最重要的幾個城市 然後透過這樣的造勢大會 把他入軍的實力 充分的展現出來 因為大家知道他的民調 雖然都還不錯 可是大家會覺得是空氣 是空戰 現在他辦了這一場 這個什麼造勢活動大會 人數都出來了 所以代表怎麼樣 未來在很多的場子 一樣會這樣繼續熱情的持續 最後我要講 是誰把這些人吹出來 除了韓家軍以外 還有誰 吳子佳 最重要是什麼 今天韓國瑜在整場演說 他演出了幾個 我們現在外交 經濟 內政 兩岸 還有兩岸的困境 所以這些人 蔡英文總統應該好好看 還有動用各種國家機器 他是一開始講中政會嗎 所以我要講的 就是民進黨政府 就是蔡英文政府 把這些人吹出來的 2020 大家就是希望民進黨下台 這也是今天韓國瑜 這個造勢大會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已經展現了充分的實力了 剛才韓翰兄說 初選已經結束了 讓我有點感慨 因為我們初選還沒開始 結果 結果他說已經結束了 指著我要補充 韓翰的意思 其實我們認為說 因為6月1號這樣子 然後如果連續到花冬 然後這只是說 從去年到現在的 三三造勢以後的 整個韓國瑜的能量跟力量 他的爆發力 和對群眾的凝聚率 已經跨出了整個中南部 然後到了北部 如果還能夠延續到花冬的話 我覺得這個已經完全展現出 庶民欄跟國民黨基層欄 會讓國民黨上面刮目相看 不是 今天很簡單 庶民站出來 大家在凱盜 大家就全部自發性的 大家一起集結 就是要讓什麼 就是要讓國民黨的 所謂權貴們 還有那些在卡韓國瑜的人 你們就看清楚 今天我們就是表態力挺 不管你們要再怎麼樣打 不管怎麼樣抹黑 權貴要看到 就是庶民不僅是要對抗 暗黑勢力 更是要告訴權貴 我們要的是什麼 對不對 這是一種宣誓 其實我們大家仔細回想一下的話 上一次台北街頭 在凱塔格蘭大號這一帶 聚集這麼多人是什麼時候 是紅州秋世界 是太陽花雪韻那個時候 當時都是因為社會上面 有非常大的憤怒 社會事件 對 然後大家才會群聚 從四面八方來的人 可是這一次發生什麼事情 看起來好像只是韓國瑜的一個 後援會粉絲團 大家召集的人 為什麼就會從四面八方來這麼多人 還有海外的人都回來 是 連海外都會來 為什麼到底發生什麼事 連選舉 剛剛指責也講 國民黨初選根本還沒開始 到底人為什麼會來這麼多 其實很簡單 那真的是一種憤怒 其實每次街頭會有這麼多人來 都是一種憤怒 聚集出來 什麼憤怒 首先去年2018年 九合一大選選完之後 民進黨政府告訴我們說 他說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做錯 而是因為選民不夠進步 更不是他們進步的價值 這個政府冥完不靈到這種程度 你覺得人民還能夠忍受下去嗎 然後再來國民黨 大家都知道去年選舉的時候 大家並不是因為喜歡國民黨 是因為討厭民進黨才選國民黨 可是國民黨這半年 好像以為是靠自己贏下來的 這半年做了很多東西 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明明有一個最強的韓國瑜 你不要 結果你們反而要去追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他覺得這個黨到底在幹什麼 這個黨根本完全沒有 從過去的失敗中覺醒 還沒有重新站穩腳步起來 所以大家對國民黨 很多人也開始有不滿 有憤怒 再加上這一陣子 一連串的對韓國瑜的抹黑 這種抹黑的時候 慢慢慢慢就凝聚出來一種效果 就覺得我今天如果不站在街頭上 我今天如果不站出來 提韓國瑜的話 老實講 就沒有機會了 我沒有辦法去表現 台灣人民真正的憤怒 而且我必須說 韓國瑜今天站出來之後 其實已經造成一股效應 第一個就好像韋翰說的一樣 國民黨內黨內初選 大概已經可以不用玩了 因為國民黨目前 不管是朱立倫 王金平 還是郭台銘同事長 有哪一個人能夠 拉出這麼多的人來 幾乎是沒有人 郭台銘可以在大陸 對 就是說有本事 大家去辦 你看能辦 郭台銘在大陸可以 他富士康員工可以 但是我們必須說 不只是國民黨黨內初選結束 現在對其他的政黨 包括柯文哲 包括蔡英文 他們也要開始緊張了 你知道柯文哲上次在台北 辦這樣的聚會的時候 你知道來多少人嗎 他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還是選舉期間 2萬 2萬人而已 你跟這個比起來差遠了 所以柯文哲今天跑到宜蘭去了 他還不敢面對這個現實 趕快跑掉 蔡英文總統也跑了 他跑到彰化去了 他也不敢面對這個現實 因為拜託現場 這麼多人在這個地方 你身為一個總統 你明明知道你現在民調 其實是非常低的 你都還要用凹的方式去打敗賴清德 所以你面對這麼多的民眾 你怎麼解決 所以今天我相信韓國瑜 這6月1號這一場 其實已經不只在黨內初選 站穩的腳步 甚至對包括柯文哲 包括民進黨 所有未來可能的對手 都已經給他們心頭 加了一個沉重的大使頭 任何人想要翻轉 想要跨過這個凱道障礙 我看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來 韋翰 基本上這件事情我剛剛特別講到就是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藍綠的 總統參選人能夠在現在 6月1號的狀況之下 拉出一個這樣子的場面 大家有注意到嗎 總統大選還有7個月 所以這種時候 能夠在這樣子的主場 我其實在今天之前 就已經跟大家做了非常細部的 分析跟預測了 所以這個話都可以倒回去看 第一個 今天並沒有8個國民黨的 還包含了新北市的十幾位的 12個加起來20位的立委參選 帶著自己人來 去年的大三三跟選前的 那幾場造勢大會 市長參選韓國瑜 他旁邊是有很多的市議員的 這些市議員自己也要選 今天跟著上台的人 離那個選舉台還沒有啟動的 所以沒有這些人 只有韓粉跟韓國瑜支持者 第二個黨中央是沒有介入的 你說禁止黨公職參加 倒也不至於 但是他沒有鼓勵大家去 所以並沒有去動員 怎麼樣的人來 第三個是下雨了 所以下雨了之後 他所造成的一個狀況就是 明明要下雨 明明天候條件 不要講什麼 光是有時候下雨 我連去看電影 我都不想出去 可是今天為了韓國瑜 他們都來了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真的以我過去的採訪經驗 或許大家事後來看 7月15號要做民調 或許最後我的預測是錯的 但以這樣來看的話 剛剛只能在講 國民黨還沒有辦初選 但初選已經結束了 因為這種狀況之下 其他包含王金平 朱立倫 公共男人 他沒有辦法在這種時候 贏過韓國瑜 而剛剛所看到的 當李嘉芬跟著韓國瑜市長 一起進場 全程 我一直很注意他的表情 我本來在想說 會不會麥克風遞給他 他也要來講一下 有關這兩天的事情 被磨黑磨荒 他會不會接著講 但是你要看 所有的事情竟在不言中 千言萬語 比不過你身邊的小動作 因為有人說李嘉芬暴怒 所以韓國瑜才不得不去提告 然後說在家裡 怎麼樣的家庭革命劇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說硬拉著我老婆出來 這種時候反而叫他講話 我沒有 我叫我老婆來出來講一下 挺挺我一下 沒有讓他講話 可是從一下車到台上 要上台之前 講完話這三次 他都拿出他身邊的小手帕 出來幫韓國瑜去擦擦汗 就關心我的先生 我不用講話了 不用講話反而比講話 釋出的訊息更多 就是說李嘉芬 他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力挺自己的先生的這件事情 其實他不用講 他已經表現出來了 勝過千言萬語 對 所以今天的這幾個因素 都已經到位了 包含了人 包含了很多 我今天早上去 因為我原本穿的不是這個衣服 你今天穿什麼 我本來給大家看看 黑色衣衫 因為大家知道 我過去跟靜平一起都跑新聞 政治記者一定會到現場去觀察 我過去一定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在現場 現在因為當評論員 我們到WR來錄影 所以早上我有去看 我說我沒有參與這個活動 甚至我也沒有上台去助講什麼 但是我去觀察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早上其實穿的衣服是這個衣服 大家應該也常看到 紅色的領帶 也不是說Dress Coal 但是就是我去的時候 我為什麼用這張照片 因為這位女士 她的先生是紐西蘭人 他們已經住紐西蘭了 為了這一場六一凱道 跟她老公講說搭飛機回台灣 我一個一個照相我都問紐西蘭 所以我真的有一張照片 就是為了今天她飛回來 她就是跟她先生 因為已經在紐西蘭定居了 但為了韓國瑜 她說她飛回來 然後投票她也要回來 她老公你看這是個老外 她老公叫做Golden 因為我特別有問 另外這一位 這個是Australia 澳洲 所以比較有 還有新加坡很多 美國 日本都有 都要飛七八個鐘頭 剛剛我看到 因為我在看聊天 現在我們是直播 錄聲喉嚨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看 錄大報告可以看現場 剛剛有很多人在講那個照片 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這張照片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註解 就是這張照片 一隻穿雲劍 千鈞萬馬來相見 知道山有虎 偏往虎山行 今天的大雨擋不住 那麼大家要來看韓國瑜 所以你看他根本不撐傘 這位大哥我真的蠻想認識他的 這就是韓粉的信 我也講過了 飛岸部頭的韓粉到底有多少 我也經過了一些計算給大家看 至少100萬 所以這些人可以撐住韓國瑜 所以初選當然會過關 我現在沒有講他大選已經結束 但是國民黨內的初選 以今天的狀況來看 以這個紳士質量 韓國瑜在國民黨內的初選 基本上我認為他已經贏了